那请问我也应该弘扬法华经 所以他就开始在一年一度 办七天到八天的大法会 从下午一直念妙法莲华经 一天念一卷 连续八天 因为他有七卷嘛 有些地方比较长 有些比较短 他就把他八天念完 当他这样办法会的时候 第一次 很多很多很多 从来都没有认识过的信徒都来了 他觉得很奇怪 大殿挤得满满的人 然后呢他因为这个愿心 就每一年都办妙法莲华经的法会 办到这么多年 后来他就听说我在新加坡 也讲过法华经 他就跪着求我说 老师请你来弘扬妙法莲华经好吗 我听着很感动 我答应他了 今年九月 我就飞往八申吉隆坡 从第一品开始讲妙法莲华经 糟糕 二十八品不知道讲几年 不过我会有想办法 我把它讲完的 我讲重点也可以 但是我真的接受他的奇情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你是吗 观音菩萨会看你过去 现在的缘 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新加坡的佛友 我也不要说谁 他是一个佛友的先生 我去为他佛堂布置 前几年他工作不太好 突然就垮了 当然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困难 没有错 但是他很有善根 然后他也教古汉文 在华文学校教书 可是在他最苦最苦的时候 他太太是佛教徒 他先生还刚接触 就有一天做梦 梦到释迦牟尼佛 叫他的名字 善男子 你念金刚经吧 金刚经会突破你所有的苦难 金刚经对你很有缘 他就醒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 什么是金刚经呢 其实他老婆学佛 也不是很认真 所以他也搞不清楚 他就上网查 哦 金刚经 然后呢 就很多金刚经讲记 然后呢 接下来查到呢 师父讲过金刚经破空论 然后呢 我去他家关怀他的时候 我看到他 他非常的虔诚 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 对不对 他就跟我讲 师父啊 你有没有什么开示啊 我看着他头很亮啊 没有头发 我说啊 你过去很多事都是和尚啊 你就是修金刚经的 他突然流眼泪了 对不对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求释迦牟尼佛 可是释迦牟尼佛 却亲自到他的梦中来 跟他讲 圣男子啊 你修金刚经吧 后来呢 他就读金刚经 也读了很多讲记 那现在呢 我劝他念 小品般若经 甚至大般若经 或大智度论 也就是说 这个人多生多结 都是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 所以各位 佛菩萨的确有神通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要专精 两三个法门 请写下来 专精 因为在家出家都很忙 你不要抓太多的东西 师父呢 苦口婆心 从2003年 劝你念普贤行愿品 我有我的苦心 这次讲座 倒数第二天 我在座每一个人 我都发一本 汉语拼音的普贤行愿品 开始给我念啊 念三千遍跟五千遍 你得用功 你不要动抓抓 吸抓抓 听好 所有的法门 金刚经讲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都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答案是什么 你过去是修 以哪个法门比较有缘 举个例子 就像你点蜡烛 你点了点 你本来都习惯用输油灯 点完了以后呢 你再换输油 你要一直加油 你加油 一直加油 一直加油 你的灯呢 就可以二十四小时 把它点亮 同样你修行 也是这样 你过去是修的法门 然后你今生 再继续修 那你就很容易 能够呢 而有继续的成就 对不起 所以希望你 对于自己 所修的法门 要有信心 不要一直 常常换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你不可以读其他的经 任何的经都是佛说的 但是你不要今天读一读金刚经 明天要读药师经 后天又读普门品 到后天又读地藏经 不是经不好 专心听 是你没有信愿心 你念什么都没有信心 今天抓那个 明天抓那个 举个例子 你说现在身体不好 到Tranata找中医 那你就要相信医生 吃他开给你的药 而且医生叮离你 吃这个药的时候 不可以吃乱乱其他的药 因为你若吃其他的药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病情 而且医生测不准 我现在给你的药 到底有没有效 对不对 同样的 佛法也是这样 你专精两三个法门 这样就可以了 先问你 这辈子断气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 假如你要去极乐净土 那你就好好修净土法门 修观音法门 修地藏法门 你自己选择 师父没有强迫你 但是所有的功德 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好好修 弥勒菩萨法门 它是当来一下身佛 我在佛教青年弘法团 讲过法华经第28品 也公开赞叹过 普贤菩萨跟弥勒菩萨 所以答案是 你要修任何的法门 都要有坚固的信愿心 不像有些佛友 我常常开玩笑 对不对 现在来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 中原超度了 哎呀 要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待会儿要听人家 哎呀 我身体不害好 念药师佛心咒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孙子呢 我儿子呢 又要求观世音菩萨 求颂子观音 其实你的心都跑来跑去 你对任何一个菩萨 你都没有信经 我反问你 释迦牟尼佛就不能求孩子吗 地藏菩萨也可以求孩子啊 日本人都是拜颂子地藏的啦 对不对 任何一个佛菩萨 都可以满你的愿 所以希望你修任何法门 你都要有坚定的信愿心 好 接下来看 忍入先人 探使 释迦牟尼佛 各位读金刚经 好 我现在看到 前面有金刚经的经文 金刚经从哪里修 很多角度 你可以观一切梦幻泡影 你也可以呢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请问你们心经从哪里修 从心不要有挂 挂爱开始修吧 心无挂爱 无怪故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远离颠倒梦想 你为什么有恐怖 因为你担忧很多 无忧恐怖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缠坐的时候 就远离颠倒梦想 胡思乱想 你每天都在胡思乱想 所以忧郁症 老实讲是没有病的 没有药的 对不起 我讲太快 因为我有看到 时间9点25分了 我的心脏真的不太好 没有开玩笑的 其实我心脏很好 心有挂爱 当然你就有恐怖嘛 你每天都在胡思乱想 其实忧郁症是没有药的 忧郁症是你的心想不开啊 担忧太多 叫他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刚才讲 佛力 法力 自力 你自己没有力 就靠佛力吧 每天胡思乱想 你还是一天一天过啊 叫他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听六支大明洲的CD 为他点灯 为他发愿 他就会改变 你给他吃再多的榴莲 他还是嫌榴莲不好吃的 吃不能解决 要改他的业 所以心经从哪里下手 心无挂爱 你心有挂爱的话呢 你不要跟师父讲 照见五蕴皆空 那都是骗人的 连什么是照 什么是见 你都不知道 五蕴会空吗 不太容易空的 当然我们要去努力 照见五蕴皆空 其实是阿罗汉的境界 也是出地菩萨的境界 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努力 再回来讲金刚经 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遇到 这个燃灯佛为他授祭 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 有两个特别功德很大的 请写下来 第一忍辱 第二个精进 忍辱跟精进 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释迦牟尼佛跟梅勒菩萨 其实两个在空王佛 坐下是师兄弟 释迦牟尼佛自己福报真的比较差 可是每次佛讲完经 他就昼夜的精进 弥勒菩萨福报很大 他相貌又很好 又贵族 每次都出去 说句马来语 到处走走 看到人 哈喽 我给你结缘 妙法莲华经 你念啊 念了又不忘了 要回向给我 然后呢 看到人家 普门品啊 来莲瑶 你要学佛法 念普门品啊 念完回家 回向给我 那弥勒菩萨回到疗坊 都是说回向的功德 弥勒菩萨真的福报真的很大 所以弥勒福德无边啊 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 在大志多人里面说啊 有一天空王佛不在 出去了 那弥勒菩萨呢 还是出去 讲老师不去太好了 我可以打课睡 好好睡一觉 释迦牟尼佛就不一样 他就想 我的老师去哪里了呢 一天怎么没回来 三天也没回来 很多天都没回来 他就很想念他的老师 空王佛 然后呢 他就想念老师 意念的功德 他就看到呢 石窟上面有光 他想 可能老师在那边 他就守着石窟坐去 结果看到呢 空王佛在入定 火光三昧 非常庄严的 然后呢 他就看到他的老师 他太想念他的老师 就合掌了 然后就变经济独立 然后就唱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唱出来的祭奏 因为他一念观佛的功德 跟赞佛的功德 一念顿超 九十一节 咚咚咚咚咚 显结第四尊佛 所以没了菩萨 就变第五尊 所以各位 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 师兄弟跟师兄弟之间 也不要小看别人 哪一个人先成佛 不知道 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努力 请看幻灯片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雪山苦行 他精进定一 忍辱第一 所以你问我 金刚经从哪里修 很多角度 你要先修忍辱 而且释迦牟尼佛 修了五百世的忍辱先人 各位 你修了多久啊 一世呢 可能也没忍多少次 释迦牟尼佛修五百世啊 再看下面一章 法华经理 妙法莲华经理面讲 常不清菩萨比丘 各位有机会要到台湾 对不对 高雄紫竹林金社的这个 常不清菩萨 我确定在新加坡 没有这个雕像 因为很少人会去研究 到底常不清菩萨 它长什么样子 台湾就有雕像 它是用这个雕像 雕比丘生 它有生文界 可是它叫常不清菩萨 你看它的雕像 永远对一切众生合掌 礼敬诸佛的 人家打他也好 他也永远礼敬别人 说我不敢欺负你 因为你有佛性 人家说你这个人疯了 看到谁都拜 然后就骂他 然后把他赶到山顶上 山顶上他转过来 他又对你顶礼说 我不敢轻视你 我因为你有佛性 将来也会成佛 讲这些例子是告诉各位 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都修 忍入波罗蜜 待会这一段经文 让我讲完 讲到丁武完 我会讲忍入 对不起 我刚才没有讲完 对不起 好 讲一个 在大罪论度论的故事 忍入先人怎么来 请专心听 或许各位有些听过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 在禅提先人 他当过五百世的忍入先人 他在森林里面 修忍入跟慈悲观 他专修这两个 忍入跟慈悲观 有一天 有一个国王叫加利王 率领了一大堆的公非才女 到森林里来玩 他们在中午吃完饭以后 因为国王都吃得很丰盛 吃饱了就会打瞌睡 国王就突然打个盹 就睡着了 然后这些宫女就想 哎呀 不忘睡着 走吧 我们去玩 她就在森林里面 花园这样走来走去 突然 她看到树底下 有一个仙人在打坐 她说哎呀 这个人心很宁静 相貌很庄严 走 我们过去看看一下 所以呢 这个宫女们呢 就七嘴八舌 叽叽喳喳叽叽喳 一群的走过去 走过去的时候呢 她看到仙人 非常的高兴 就呢 跟她礼敬 然后仙人就为她 说佛法 说慈悲的功德 跟忍辱的功德 而且说这个忍辱呢 仙人呢 为她说故事 他们听得非常的高兴 就笑得咯咯咯咯咯 这样笑很开心 就说你再说一点故事 给我听嘛 因为笑得太大声 结果给把国王吵醒了 国王吵醒的时候 他非常的生气 奇怪 我的宫女 怎么都不见了呢 然后他就拿个剑 然后跑到来 哎呀 原来你这位帅哥啊 这样诱惑我的宫女啊 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国王脾气很不好 就生起了称心 跟嫉妒心 拿着剑说 你干什么 他说没有啊 是你的宫女自己来的 我没有诱惑她 他说你说谎 对对 我就明天看着她 她都围着你啊 而且你们还跟她说故事 她很高兴啊 他说没有 国王 稍安勿躁 你不要发脾气 我真的没有 可是那个国王脾气非常坏 他说哼 你说你修忍辱 好 我现在有一把剑 我就把你的耳朵也割掉 鼻子也割掉 手脚四个都把你掌断 我就看你会不会生气 他就真的呢 就真的砍了 这时候仙人呢 就进入慈悲三昧说 没关系 国王你怎么砍 我绝对不会起恨心恨你 结果 国王砍掉以后呢 他又问 我这样子这么残忍的杀你 砍掉你的鼻子耳朵还有手 你真的不恨我啊 他说是的 我深深事事就修忍辱跟慈悲 国王我真的心里不会恨你 他说这可能嘛 你这个人光讲没有用啊 你证实给我看啊 对不对 这时候仙人就说 因为仙人呢 他被砍断了 砍断了手跟脚跟鼻子都在流血啊 他说他就对空发愿说 尽虚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诸佛菩萨做证明 若我真正在修行慈悲跟忍辱的话 国王杀我的时候 我一念称心都没生起 假如是真的话 我身上流的血通通变成牛奶 一刹那他一讲完以后 大地溜变震动 所有流出来的血就变成了牛奶 哇那国王吓到了一下 他就说哎呀对不起啊 你呢一定不是普通人 他就匆匆忙忙的呢 带着这个宫女就逃开了 这时候森林里的龙王天龙八部 也被这个忍辱仙人感动 一刻呢就用雷电交加 就是新加坡下午一样闪电一样呢 结果很不幸 国王就刚好被闪电给打死了 就没办法回到皇宫了 这是在大致度论里面讲 忍辱仙人的故事 所以从这里故事你可以看得到 人家对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我想新加坡还不至于人家 割你的鼻子吧 也不可能砍你的耳朵 这个是说明你人遇到内境的时候 你可不可能调伏自己的心 佛陀就有这种功德力 所以忍辱的功德是很大的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四十二章经讲 忍之为德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名为有力道人 我再讲一遍 忍之为德 忍辱的功德是连持戒都比不上的 持戒很好 不失持戒忍辱精进 持戒的功德是很大的 包含你是八观再戒 五戒 或者出家 或在家持戒律 可是忍辱的功德 是比持戒的功德还大 为什么呢 能行忍者 能够修忍辱波罗命的人 叫做有力道人 有力道人是指你的心 很有力量 遇到逆境 你都不会被影响 好 接下来再看 下面的 经文 请看丁三 观音是念盘道 观音菩萨刚才为众生说八正道 好 现在观音菩萨离开了经地 又进入了营地 营地就是福报比较差的 片满都是silver 那四处有众生都是四个脚的 四个脚的安住在其中 那你各位想想看 四个脚的有很多嘛 有各种众生 我们人是两个脚 对不对 螃蟹 螃蟹 也是四个脚 对不对 狗 或者猫 或者动物 也是四个脚 现在观音菩萨来度 四个脚的众生 事实上代表有很多很多的 有形无形众生 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为了救比众生 而为说法 说什么 请注意听 如 善男子善女人 应当递听 如是的正法 先需要发心 把发心画起来 这里的发心 是指发菩提心 前一段 经地的众生 他为他说八正道 营地的众生 现在因缘成熟 跟他说菩提心 而且你要审地思维 要好好想一想 我今天叫你 发无上的菩提心 为你开示 成就无上涅槃 成佛的道路 而成就无上的涅槃 要有很多很多的 福慧之良的 接下来再看 丁寺 有情长寿重苦 世诸有情 在观世音菩萨前面 好 刚才讲 经地跟营地 现在讲营地的众生 就有四个脚的 对不对 他们呢 听到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音说法 是有很大的震撼力 跟功德力 接下来他们就 合掌对观音菩萨说 众生是很苦的 请看幻灯片 众生有三种 做辟育 无言有情 无事护者 黑暗到终 他做三类 这有点像普贤行愿品 他说 没有眼睛的众生 我要开他的眼睛的光明 让他看得到道路 没有依靠的众生 我要做他的父母 让他有依靠的对象 在黑暗当中 走路的众生 我要帮他点亮火炬 让他开示 而走上解脱的正道 这三个是比喻 听好 从第二卷开始 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基本上我会先讲故事 可是除了讲故事之外 我还要讲里面的意思 我说故事念完 各位只是结个善缘 你不知道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可以度这些众生 请看第一个 无言有情 是指什么呢 没有正法眼障的人 这里的眼不单是指眼睛 金刚经理有讲 肉眼 心眼 慧眼 法眼 跟佛眼 无眼原明 凡夫我们有眼睛 比如说眼睛看不到的话 就很可怜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全世界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欧洲 叫 安切拉普七里 知道吗 他唱歌是全世界很有名 但是他是瞎眼睛的 因为他瞎眼睛 所以他知道生命很可贵 所以他对声音敏锐呢 非常的 非常的敏锐 可是问题是没有眼睛的人就看不到佛像 没有眼睛的人就看不懂经典 所以这里必须是说没有眼睛的人呢 我要开发打开眼睛的功能 同时辟喻打开他心中文法的光明 第二个 无医护者 现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 当今家庭很多 弃因也很多 就是被丢弃的小孩 我们华人还很重视伦理道德 如果各位去美国的话 现在很多人呢 美国人呢 连一辈子他的爸爸妈妈 都不一定见过 因为社会的结构不一样了 所以 现在的年轻人 18岁跟20岁就搬出去了 所以的完全都要靠自己 这里讲无医护者的意思说呢 出来的人呢 影响你最大的是朋友 所以必于说菩萨道里面 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 良师跟义友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会做一切众生的父母 让你做身心的依靠 叫做医护者 西藏叫做护主 就是护念你的主人 好 接下来第三个 黑暗道中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现在走在黑暗的地方 你第一个要什么 手电筒 或者你要蜡烛 对不对 在新加坡是很好建设的地方 走到哪里都有路灯 像这我也观察到政府组屋 晚上的时候外面灯都很亮 我曾经问过他们 为什么晚上不关 他说因为有很多坏人 旁边有很多很多的人 还有恐怖分子 所以灯可以让人呢 可以看到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呢 可以赶快帮助他 所以新加坡用了很多很多的灯 这说明在黑暗当中 要有火把 要有光明 也就是说 在你学习无上的佛法当中 你是走在黑暗的道柱当中呢 你要有光明 然后开始你走向解脱 跟涅槃的正道 接下来请把经文画起来 有情若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会常常得到平安与快乐 普门平音讲 若有众生 多于盈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明天我会教各位念观音的圣号 修慈悲观 明天我会教 所以常常念佛的名号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举个例子 各位如果去新加 马来西亚 J.B. Johobalu 你们都知道最有名的叫做 Old Town White Coffee 对不对 在新加坡也有卖 为什么Old Town Coffee很好喝呢 因为它有Black Coffee 或者White Coffee 对我去那边也很喜欢喝 甚至我到J.B.的时候 都变成果条仔了 我很喜欢吃果条 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果条 比台湾好吃 我也喜欢吃面食 我要讲的重点 你看咖啡 老板会问你 你要黑咖啡还是白咖啡 黑咖啡就是全黑的 不要加奶精 白咖啡就是加牛奶和奶精 那每一个佛友 有些人有糖尿病 有人有高血压 有人就不能喝太多牛奶 好 假如你叫的是 White Coffee 有加糖 你看 你脑筋 奶精 或牛奶 倒下去一滴 你有没有关键到 它一滴 然后就融化了 你再倒一滴 它又融化了 你慢慢倒慢慢倒 慢慢搅 慢慢搅 全部的黑咖啡 就变成了白咖啡了 我用这个比喻就是什么 黑咖啡比喻你的恶念 白咖啡比喻你的善念 没有错 你很苦 有很多年友也跟我讲 师父你讲经都很精彩 可是师父 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 还是很苦 不要一直去想苦 越想就越痛苦 你在苦的时候 要生起决心 因为苦来了 我要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救救我吧 给我一点鼓励 给我一点力量吧 我虽然看不到你 但是我相信你 在十方佛国土 你都可以听得到我的奇请 不一定在佛堂里 你就站着 对虚空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老师告诉各位 师父也是有情众生 我这几年东南亚弘法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众生真的很苦 你苦口婆心劝他 也是不听的 你跟他讲道理 他跟你吊儿浪当的 你劝他念普贤行愿品 师父啊 你功德力比较大 你念了 要换个回向给我啊 还有些徒弟呢 你现在教他 刚开始很恭敬 等到他懂的时候啊 对不对 用戒律啦 戒定会来 顶你的嘴啊 是啊 众生是真的很难教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可以告诉各位 我在很累的时候呢 我曾经也流眼泪过 我也曾经呢 想说 好了 我这辈子就不要红发了 就钻到山上去吧 我就一辈子修行闭关 我自己有能力 去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干嘛度这些呢 翠翠念 翠翠念 又很难度 又很难度 又不动冥王 如如不动的 无法度众生 我也曾经会退道心啊 讲真话 我有三次呢 我差点眼泪都关了 都想把商业金色关了 可是关的那一天晚上啊 哎呀 我却梦到我的老师啊 干嘛吧 摸着我的头啊 不要放弃吧 我也梦到佛菩萨 来鼓励我啊 为什么 因为众生真的很苦 对不对 那假如我放弃的话 那我也违反我的菩萨界啊 我曾经在佛前面发愿 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菩萨啊 是不能违反自己的誓愿的 所以 人一定会苦 但是 不要一直想苦 就像我昨天讲 转念 转你的念头 听起来很容易 越想 你就越苦 告诉你 越想 就更痛苦 这时候你念 南无 大悲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你知道吗 我就是这样齐寝 齐寝了二十年 终于我妈妈变成佛教徒了 真的啊 我们家本来是一半 是一贯道的 是四张全部都一万道的 现在一半是佛教徒 我妈妈刚开始也很难度 可是我妈妈也像在座的各位脸友一样 虽然没有像你这么虔诚 但她很慎真的念观世音菩萨 她念六四大明咒 她希望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啊 你知道吗 我念了二十年啊 回向 你有耐心向我去 为度一个人 愿意跟观世音菩萨 齐寝二十年吗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妈妈 她养我 教育我 栽培我 所以我妈妈呢 当我出家的时候 她很舍不得 她说你出家 我跳楼 我说 你不给我出家 我跳楼 你可没有儿子啊 你要想清楚啊 她跑去跟我师父说 老和尚啊 释迦摩尼佛啊 不是先结婚 生子 然后呢 释迦摩尼佛有耶稣陀罗啊 又生了罗侯罗嘛 他当了太子 然后就 先结婚 生子 然后最后他又出家了 他世诸世间都很圆满啊 你看我妈狗仔很好 请问老和尚 我的儿子 为什么不能先结婚啊 再生子 然后等孩子大了 他傲了 怎么样去出家 我都满他的愿啊 这样世出世间 不是都很圆满吗 我妈妈口才很好 结果你知道我师父怎么说 没错 那是佛 可是你儿子不是佛 还是现在来出家吧 后来 当然他刚出家的 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是绕跑的 我是绕跑的 真的我绕跑了一个月以后 他才让我出家的 告诉各位 南沿福地众生 释迦摩尼佛半夜都是绕跑的 你没有绕跑 那表示你功德力很不错的 不过我没有建议说 各位出家就要绕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讲经的意思 说南沿福地出家 真的是会有障碍 可是今天 我的妈妈已经二十年了 你知道吗 她跟我讲什么 早知道出家的儿子 这么孝顺 弟弟妹妹 通通都去出家 我说不可以 不可以 出家很苦的 你以为出家很好吗 出家真的很辛苦的 心疏瞎狼哉呀 不用儿子 不用拍照 所以希望你 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 相信大悲万世音菩萨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地藏王菩萨 你的祈求 一定佛菩萨听得到的 一定听得到 来 请各位翻译一句经文 请看 一百一十页 最后一行 我今天没有教 我过一两天 才教各位念念不忘 在座这边连友 有些曾经去海印 古四 我教过这首 念念不忘 我先念一段给你听 请看一百一十页 最后一行 世人都知 念佛好 只是名利忘不了 翻过来 早晚念佛 一炷香 佛在眼前 见不了 不是弥陀 不慈悲 不是观音 没听到 万般烦恼 放不下 人在西方 不知晓啊 我先解释这一段 因为讲到这个 世人都知道念 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很殊胜 只是你嘴巴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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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都往外看 其实你内心里 不论在家出家 要突破 名利这一关 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地狱五条根 财色名十岁 有初中戏 这个要靠你自己 警惕你自己 翻过来 我早上晚上 都念佛 一炷香啊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生很苦啊 你啊 赶快来接我啊 事实上我们每天念佛 佛的确在我们眼前 佛在眼前 为什么我们见不了呢 因为我们的业 还没有占除 对不对 不是弥陀 不慈悲啊 不是观音没听到 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都听到你的呼叫 问题是啊 你自己啊 万般的烦恼放不下 可见念佛 是要转你万般的烦恼 这位灵友 请确定一下 你的手机好不好 师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不过先检查一下 念佛是要转换你的烦恼 万般烦恼放不下 人啊 想要去西方啊 可是不知道哪一天啊 念到功夫啊 才能走到西方啊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假如今天阿弥陀佛晚上来接你 今天哦 要去接你 静明佛学校讲完经 他又来接你 你要回去吗 你一定说 有些人可能会啊 不用假假的 有人说 哎哟 阿弥陀佛啦 稍等一下 我还有孙呢 让我赞你好不好 一定是这样的 对不对 阿弥陀佛 拜托拜托 给我十年啊 我要去极乐净土 但是不要这么快啊 其实阿弥陀佛不会无缘无故的 现前的 他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他现前一定是来加持你 那现在我的只是要鼓励你 假如现在阿弥陀佛真的来接你了 你要去嘛 假如阿弥陀佛来接我 我真的会去 我也会求他 让我把奖金讲完 然后我写封遗嘱 请主席fax去台湾 我就走了啊 让我金讲完吗 对不对 不然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来讲 显秘人容观音访完的啊 是不是 让我金讲完 我就会真的走 意思要训练你 就是你随时随地 能不能面临无常的时候 能不能放下 一个大地震来的时候 你能放下 你说放不下 你也要放下 所以 勾手的 不要勾手 勾手的 不要勾手 勇 勇 就是太紧的意思 说的台语不是很好 所以 我们就要念佛 其实我们的心啊 不是想西方 是想顺 想名利 所以 过几天 我会教这首歌 好 所以希望 看回幻灯片 友情若遇到痛苦 不要一直想苦 希望你想观世音菩萨 师父也会祝福你 我念念也会为所有新加坡 以及全世界的众生 每天都带你回下 只要你愿意学习佛法 愿意改变自己 师父也会尽我的力量 直接 我间接地帮助你 好吗 不要忘记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了解一切众生 都在受苦 可是我要说 假如你不愿意改变的话 那观音菩萨就很难救你 再看下面 第五 文此经得不退 此时 观音菩萨 他为了一切众生 讲很多经 简单地讲 他是讲故事 最后 佛观音菩萨 也亲自在 经地 营地 为一切的有情众生 讲什么 大乘庄严保王经 然后叫他们念 文到这部经以后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因为他是 观世音菩萨的 大悲心咒 也是西藏讲的 万咒之王 所以慢慢地 他们多生多劫 不管投胎到哪里 都会继续跟着 观世音菩萨修行 所以最后正到 不退转的果位 好 请看下面 接下来我今天要讲 忍辱先人 是补充资料 不在讲义上 请专心看幻灯片 在西藏白教 做普贤行愿大法会 尊规的十七世大法王 为了全世界 都有做普贤法会 因为要讲众生 转众生的恶业跟贡业 昨天我讲过 现在的众生 因为科技很方便 一天可以杀 二十亿的众生 吸附的 所以现在的众生 其实是造业很快 那现在的众生 透过科技 透过全世界的网络直播 就算我现在跟你讲经 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 也在上网听师父讲 普贤十大院跟 入菩萨行论 全世界 所以科技可以带来广大的功德 其中我今天要引着一个伟大的 刚波巴大师 刚波巴大师 我先讲他的一个故事 专心听 刚波巴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非常的帅 非常的相貌庄严 相貌堂堂 他出家的姻缘很特别 他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他跟他的妻子 非常非常的恩爱 他没有小孩 然后他很疼自己的妻子 他是一位医生 所以他每一天 也就是祭祀救人 就看医生 然后劝人家修行 他自己也学佛法 一直到有一年很不幸 他太太得了癌症 他囚禁了所有的上师 任波切为他修法 做所有的功德 乃至于他亲自用药 去救他太太 他太太一天一天一天 日渐的衰弱 直到要断继的前一天 他说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爱你 但是我唯一遗憾的是 我纵使是一位医生 我却救不了你的命 他的太太听了很感动 老公啊 你这句话让我 生生世世都愿意跟着你 可是我走了时候 有一个愿望 我很放不下 他说老婆 你有什么愿望 我一定满你的愿望 他说 因为你太帅了 我走了 你不知道会找多少的女人 我在另外一个世界 是很心不甘心的 他说 刚不把很友善根 他学佛法 老婆 你放心 你不用担心 我虽然救不了你的命 但我发愿我来生会 生生世世跟你行菩萨道 我现在就对着你 对空发誓说 你若断气以后 我这辈子绝对不再去 我一定会出家 做僧众 我想学佛法 利益众生 将来净土 我才见到你 之后他太太问他 老公 真的吗 真的 他就握着他的手 就断气了 他就为他念 后来 刚不把就出家了 而且成为一代的高僧 写了大寸菩提道次第论 所以你看 再美的妻子 你都会让你觉悟无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医他的病 但他不能医他的命 医生跟护士 只能救你的病 不能医你的命 只有佛法 戒定会的修持 你才能够转你的业 接下来补充资料 他就在讲 刚波巴大师 在大寸菩提道次第论 可能有些人要抄 我先把它放出来 第十四章里面 讲忍辱的定义 请专心听 忍 是这个心不激动 这个心不愤怒 也不伤害任何人 也不执着 这样的心境叫做忍辱 我再讲一遍 他有定义 第一个心不可以激动 比如人家骂你一句 你心激动的话 那你表示你还是没有忍辱 当然待会我会讲 你为什么会激动 待会后面会教你方法 第二个 不可以愤怒 有些人骂人 甚至还动刀或动手 那就指 称心已经伤害众生了 不可以 所以在座各位 你若遇到亲朋好友 尤其是做先生的脾气不好 有家庭道理 假如他打太太或打小孩的话 Please call the police 请打电话给新加坡的警察 你是救他的 知道吗 太太跟小孩呢 是很脆弱的 富佑富佑 所以先生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当然不好意思 太太也不要生气 有些太太也是脱腹骂气 也很会摔桌子 跟摔玻璃的 Please call Singapore Please 暴力是会伤害众生的 左右利用胜 你应该打 为什么 万一都被孩子被打死 怎么办 你应该 因为在称心生气的时候 人是发去理智的 失去理智的 所以不可以愤怒 就是不可以 行之于行为 伤害其他的众生 甚至有些人更愤怒地 婆媳之间 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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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下毒药了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 是真的 在西藏 有一个媳妇 曾经嫁过去 她的婆婆呢 对她不太好 可是这个媳妇呢 很爱她老公 很爱她老公了呢 可是呢 很讨厌她婆婆 真的很恨她 她说佛教徒 每天一样念 Omma ni bem mi hon Omma ni bem mi hon Omma ni bem mi hon 然后有一天 Omma ni bem mi hon 我决定要有行动了 你知道吗 她跑去了一个西藏中医店 她说老板 我要买一种特别的药 我告诉你 这是秘密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她给她三倍钱 毒药 结果她说 有时候西藏人叫姐姐 叫阿加拉 阿加拉 你要买来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的媳妇 婆婆常常欺负我 你知道吗 她非常非常的不好 每天天在老公面前羞辱我 我做人家媳妇 做牛做马了 我真的忍不下这口气 我想买药 我想毒死她 她也很压力 告诉了这个西藏的医生 可是这个西藏医生啊 是佛教徒 他佛教徒想 哎呀 真心啊 会伤害一切的 我是医生 我不可能给她药的 毒药 是旧人用的 我怎么可能卖给她 然后去毒婆婆呢 她想 没关系 反正她也不懂医药 对不对 毒药跟好药 颜色都一样 我换一个药 叫包 我帮你包好 我帮你包好 不过这个药 非常非常的毒哦 他心里想 非常非常的补哦 一天只能吃一次 而且要连续吃七天 然后呢 你不可以中断 然后呢 你就会达到你的愿望 哎呀 那个阿加拉就很高兴 医生谢谢你啊 再给你多一点小费啦 就这样 他就给她五倍的钱 回去 我今年 终于呢 找到了方法 然后呢 他心里想要读她 婆婆 可是呢 他嘴巴张得甜言蜜语 就开始煎药 唱 on money very much on money very much 完了以后呢 说 啊妈妈 我以前对你很不孝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错了 然后呢 我常常不知道 你老人家教我是很苦心的 我特别的煎了一副药 听说你老人家 气不太好 我特别去藏一煎的给你药 你喝吧 然后他就跟她捶背 on money very much on money very much 这时候呢 刚开始第一天啊 她的婆婆觉得很奇怪 这个媳妇 脑筋是不是撞坏掉 以前我骂她一句 她要顶我好几句啊 哎呀 现在难得她认错 哎呀 她还是有善根的 她就喝下去了 喝下去以后 嗯 非常的香甜 第二天呢 她就再去煮 第三天继续煮 她媳妇呢 一样还是呢 跟她捶背 吹了三天 吹了四天 她想奇怪 我老妈 怎么身体越来越好呢 然后她的婆婆 觉得她的婆婆 也不知道她要读她 她想 哎呀 我这媳妇 真的是看错她 以前跟我顶嘴 现在现在呢 真的是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呢 你看她现在还这么孝顺 后来她就在她的儿子面前 讲她的好话 对不对 然后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第六天 她的媳妇 突然觉悟了 哎呀 有一天她在念 Omma ni bem mi ho Omma ni bem mi ho 突然看到 观世音菩萨现前了 她想 我怎么可以读我的妈妈呢 她就说放声大哭 她就很后悔 糟糕 医生说连续七天都不能听 我已经第六天了 那还有一天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她就赶快啊 就跑跑跑跑 我问去医生 救命啊救命啊 我再给你这么多的钱 我上次跟你忏悔 我要的是毒药 结果你也真的给我毒了 我妈妈已经吃了第六天了 赶快 还有没有解药啊 结果呢 医生跟她说 别傻了 我给你的是补药啊 这时候 她才真正的觉悟 第七天 她还是把药端给她妈妈了 所以 她妈妈 婆媳之间的缘 就改变了 从此就像母子一样 好 我讲这个故事是真的 但是要告诉各位 她事实上是起恶心 她真的想读她的婆婆的 那是称心 她不能修忍辱 可是她念 官阴菩萨绝对不会让她毒妈妈的 官阴菩萨让她有善缘 也就是官阴菩萨加持这个医生 让她包的毒药 而改了变成补药 刚开始她对婆婆也是假假的 对不对 婆婆也是对她假假的 那就大家一起假吧 假假了以后呢 她想其实媳妇也有优点的嘛 哎呀我以前对她太苛者 其实媳妇也会改 我要给她机会嘛 所以直到第六天的时候 她很担心 她的婆婆真的会被毒死 没想到她跑去呢 在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官阴菩萨现前了 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也就是说她起恶心 但是没有害臣婆婆 那是官阴菩萨六字大明咒 万咒之王 大悲心的功德力 也是这个好的医生帮助她 最后婆媳之间就完全改了 讲这个故事也跟各位分享 修忍辱的确很不容易 我知道从古至今 还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常常说笑话 其实当男人是很辛苦的 假在老婆跟妈妈之间 老娘不爱爱新娘 其实是很苦的 所以请各位多多体谅 男居士的痛苦吧 还好我已经出家了 所以你不要让你的儿子 或让你的先生苦上加苦 婆媳之间世界这么会大 应该像姐妹一般 当然讲这个故事 不是叫你开始去拿补药 也更不是叫你念着 去买毒药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称心起来的时候 若我们不调伏自己的忍辱 连自己的家人都会想把他给毒死的 时间到了 我心脏又不太好了 该停止 明天我会继续讲 忍辱有三种方法 你怎么样转自己的心 接下来明天九十四页 第二十四行 秉二 观音菩萨广度阿修罗眷属 阿修罗是什么 称恨 阿修罗 就是称心很重 所以第一个要调伏你的称心 称心 Anger can destroy everything 称心严重的 来生会变蟒蛇 也会变阿修罗 就算你来生福报很大 半君如半虎 当皇帝一般 你也会呢 一念称心起 下手呢 斩断斩断很多很多人的会命的 所以调伏你的称心 有很多方法 方法明天会讲 请各位翻开九十一页 念二十页 二十行 对不起 九十一页 第二十行 愿消三丈诸烦恼 一直到世事常行菩萨道 回向文 我们就先念这一句 就可以了 请和长 跟我一起念 把心定下来 回向最重要是你生起这个愿心 请看幻灯片 就是加摩尼佛一样 生生世事在法华经 都将长不清菩萨 好 跟我一起念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悉事事常行菩萨道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各位慢慢走 明天礼拜六 有些人还要做工 有些人不用做 希望你回家好好念 华言经 观志再章 或念普贤行愿品 好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